我本身對形體這件事沒有一個特定的概念 所以其實我不覺得這個同學有很大的分別 但是來到這個班之後 我本身就想著一個星期四課 就很充足的時間去訓練 但是其實經過一年的時間 這個課不大過一年 然後就發現其實accumulate 的東西還是很少 法國老師這一套我覺得是要經常去練功才能做到的效果 因為他不是教你一些技巧 說你這樣動就要做到的動作 不是那種的course 這個課堂是… 老師可能經常說 例如老師會教你太極 那你透過太極 你不是要學會一些招式 而是你不斷做那個太極的動作 讓你的身體記得那個太極的動作 當你認在你的氣體的時候 你的動作就會很順利 不是真的一個招式這樣 所以真的要花時間去練 不是只說你上課 因為這個課堂已經一至三個小時四個小時 但其實都… 只靠上課自己練習的話 是很難掌握得好的 很難掌握得好的 謝謝…